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那我们也针对县府的组织 进行了专业的一个分工 成立了新交通处 来同时把原本散播在我们的公务处 城关处警察局的相关业务 我们进行整合 希望能够提供给乡亲 優值旅运的一个服务 在我们中央有保障 每一个转运站都保障多少 2月6月2568 就是说 除了2568这个送离很好 除了有2月25 6月就是一路花 所以我相信 经过这样我们中央政府 在我们王宣長的团队 应该会把我们的交通建设 一路花下去 3 2 1 好 特别谢谢在议会的支持之下 我们今天交通处正式来成立 交通处把过去 我们在城关公务以及警察相关的业务 集合到我们交通处 那最主要是透过专业 来解决我们相关交通的瓶颈 以及未来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捷运 或者我们的一些怎么样衔接到 最后一里路整体的一个这个 运运的一个这个架构 在这就希望能够呢 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然后呢更便捷更省力 很重要交通要能够安全 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 透过大数据来解决 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些交通的一些可救 那也在这边再次 谢谢议会的全力支持 未来我们也期许在交通处的成立之后 加速我们整体 不管是我们铁路高架化 我们绿线捷运 以及彰化自由的一轴一环 双枢纽的一个整个愿景 那一起能够让彰化 透过我们交通都市产业三合一 让彰化能够更加的进步 再来的后续要努力的目标 大概有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 大众运输就是我们的轨道建设的部分 我们要积极来推动 那当中就是彰化市铁路高架化 因为已经进入实质的开发阶段 那它其实不只是一个铁路高架化而已 它牵涉到整个都市计划 还有交通公共运输的相关停车的整合 都必须要在这一次的这个铁路高架化里面 我们要做好规划 将来对于我们彰化市的整个都市的发展 才会最有帮助 所以这个是最优先 因为目前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再来就是我们目前跟台中市政府 在争取的台中捷运绿线 延伸到彰化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努力 希望行政院能够尽快的核定 那再来就是我们县政府自己规划的 张北跟张南的勤轨捷运的部分 这个是百年大忌 我们现在不推动将来会后悔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属于公共运输 就是我们的客运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再加强提升效能 为民众做更好的公共运输的一个服务 再来就是停车管理的部分 包含这个路边的停车 以及这个路外的公有停车场的一个新建 等等这些 那还有一个就是后车设施 对民众搭乘客运 我们希望提供更智慧化的公车资讯系统 然后建设更多的这个幸福后车亭 那另外就是转运站的设施 目前我们也都在积极的在推动当中 希望早日能够完成 那最后就是这个加强交通安全的这一块 这个是因为跟大家省的安全便捷都有相当的关系 将来交通处就必须要面对这几个大方面 我们未来积极努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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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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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